从小到大最让我感到迷惑的经济概念就是汇率 我先让大家看点东西 你看一年前这张20美元 没办法换两张这10欧元的钞票 但是今年美元升值 这20美元的能换两张10欧元还有零头 那我们都知道美元和欧元之间的汇率是浮动的 但是为什么他们是浮动的呢 因为毕竟有的国家的汇率是固定的 你比如说这是一个25分的古巴COC 在2021年被取消之前 古巴的COC和美元一直是1比1的关系 这个25古巴COC就等于这25美分 那我们知道现在一美元可以兑换7块多人民币 也就意味着这个25分的古巴COC 比这个1块钱的人民币还有值钱 为什么古巴币对美元可以是固定汇率 而欧元对美元是浮动的汇率 而人民币似乎又出在两者之间呢 而我们老听说的这个汇率挂钩又是怎么实现的 到底哪种汇率制度更好呢 各个国家可以选择自己的汇率制度吗 而他们选择某种特定的汇率制度的原因又是什么 更重要的是决定具体汇率多少背后的力量又是什么 想要回答这些问题 你当然可以去参考各种金融教科书以及那些复杂的公式 但是想要真正从本质上弄懂这些问题 你更需要了解的是汇率千百年来演变的历史 这个历史就掺杂了政治宗教贸易科技战争以及货币体系的演化 他们远比教科书的理论精彩得多 为了和大家分享这些历史 我总共制作了两集节目 本期是第一集 我将和大家分享世界是如何从银本位走向金本位的 以及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汇率是如何决定的 OK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帮我完成这个视频的视觉笔记软件Milanote 那老观人都知道Milanote是我频道的长期的赞同商 因为很多人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就开始使用它 那做一期像今天这样的视频需要做大量的调查 涉及到不同的时期国家史料和物证 那想要把这些素材变成一个完整的视频 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那如果没有Milanote帮助我整理时间线和素材 那作为一个单兵作战的up主 我是很难制作出这些知识类视频的 那Milanote和我之前用的所有的笔记软件都不同 它强调视觉化有大量的模块帮我收集整理材料呈现想法 那我可以把我的想法和逻辑毫无限制的展现在一个看板上 这就有点像我们老在电影里看到那些 侦破按键使用的线索板 那它的这个架构很灵活 你可以自由的发挥创意 也可以使用精美的内置模板 当然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设计自己的模板 那Milanote有网页版桌面软件 手机和iPad app 它也支持分享和协作 我强烈推荐大家使用视频评论区的链接注册免费账户来尝试一下 这是对我创作的一个支持 那它分为免费和付费两个版本 那两者唯一的区别就在于存储空间的不同 那在Milanote赞助我之前呢 我已经是他们两年的付费用户了 我认为它给你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它的订阅费用 好 那我们现在就回到1000多年前的欧洲来看看汇率和货币制度是如何也变的 跟当前混乱的汇率制度不同 在一战之前 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期 实行的都是某种固定汇率制度 原因很简单 因为古代的钱是货币 它既是一种货物也是钱 这是一枚古罗马的银币 它叫做Antonian Nanus 两分钱的意思 那古罗马的一分钱叫做Denarius 它重3.24克 你可以把它融化成银块当成货物卖掉 那卖出的价格也应该是它的面值两分钱 那这一枚是来自于中东帕提亚帝国的Tetra-Dracma银币 那Tetra-Dracma就是4Dracma 它相当于他们国家的4分钱 它重12.52克 那当这两个帝国的商人们进行贸易的时候 他们的汇率其实很好计算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重量 那假设纯度一致 我们能计算出 E-Tetra-Dracma可以兑换3.86个Antonian Nanus 那这样我们能计算出 E-Pathia-Dracma兑换1.93罗马Denarius 1比1.93就是他们的汇率 所以如果这两种货币的形制和纯度不发生改变的话 他们之间的汇率就是固定的 非常简单 那从人类开始使用货币到1500年前后中世纪结束呢 欧洲大多数地区的法定货币是银币 我们管这叫做银本位 对我知道古罗马时候也使用金币 但是古罗马的金币使用有限 那为了简单 咱们现在只讨论银币间的兑换 稍后再引用金币 那我们从刚才例子里能看到 这个汇率的决定本质上是取决于 货币的内在的金属价值 但是这不代表汇率就不会发生改变 那我们再看这枚罗马银币 那如果拿这个小刀 给它切下来一点银子 别人也发现不了 它还是这个两分钱 但如果大家都这么干了 那这个两分钱迟早会贬值 那货币的最大的缺点就是 它很容易磨损 被故意剪编或者掺甲 导致它内在这个金属价值的小于面值 那这种情况叫做debacement 货币的贬值 你看这是一枚汉代的这个五珠钱 那五珠就是一个货币的重量单位了 那这是一枚南朝的五珠钱 那它就要小很多 而且被这个各种减编 那古代的这个帝王打仗的时候 经常会故意注到这种贬值的货币 而老百姓跟猪币厂 也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会去恶意的减编参甲 这就是所谓的 劣币驱逐良比的一种形式 几乎所有流通货币 都会经历一个逐渐贬值的过程 越住越小 金属含量越来越低 那这自然会导致汇率发生改变 那亚当·斯密在他著名的国富论里 对Debasement有过一段描述 他说那些大的国家 当他的这个货币贬值之后 他们往往可以通过 大规模的重新铸造 来恢复自己货币的价值 但是那些小的国家和地区就不一样了 他们即使重新铸造 也很难恢复名声 他们往往会面临一个 越来越吃亏的汇率 给国际贸易造成各种困难 这是1633年在荷兰附近的一个港口城市 Antwerp出版的一本货币参考书 它记录了1600多种货币的大小 样式单位重量成色和价值等信息 换个会简直就是太麻烦了 同一时期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建立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它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的中央银行之一 那我们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种因为货币贬值而造成的汇率的改变 本质上依然取决于货币的内在价值 而市场的力量 也就是供需关系 也会对汇率造成影响 这是圣经里著名的耶稣清理神庙 那这幅画有好多版本 被Jesus驱赶的这些人 是专门做换汇生意的人 叫做Money changers 那因为犹太人去神庙朝拜的时候 必须使用一种特定的银币 叫Half-Shekel去购买祭祀品 而这种银币被Money changers垄断 推高了汇率 这让耶稣很愤怒 破天荒的使用暴力把东西赶走 当然这段记载是一种极端的市场环境 大多情况下 市场因素造成的汇率波动要温和的多 比如中世纪很多贸易具有季节性 这就导致在短时间内 某种货币的需求会增加 造成汇率的波动 同时由于运费和供给量的区别 相同的货币 在不同的地区的汇率也不同 比如你在伦敦兑换英镑就要比在佛罗伦萨兑换英镑要便宜 意大利著名的Medici家族就是通过赚取这种汇率差而发家致富的 那我们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就是在货币时代 虽然市场供需关系会影响汇率 但是很有限 因为大多数的国家都遵循自由铸币的原则 那就是只要你有银块 你就可以让铸币厂帮你打造成货币 假如汇率对我不太合适 我大不了把我白银运到国外 铸成当地的货币就行了 只不过这就花点时间和费用 所以在银本位时代决定汇率的 主要是货币的内在金属价值 这也就造成了汇率相对固定的特点 然而这种固定汇率往往只发生在同一种金属货币之间 但是如果出现了不同金属的货币 情况就会变得复杂 那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到金币的使用 以及欧洲从银本位过渡到金银副本位 以及到金本位的历史 从公元1000年到公元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之前 是欧洲的商业革命时期 那在这段时间 与中东和北非的贸易 让金币逐渐的流入西欧 欧洲逐渐开始使用黄金来进行国际贸易结算 1252年 意大利弗罗伦萨的商人们打造了一枚 专门在国际贸易中使用的金币 叫做Florine 这种专门用在国际贸易中的币 叫做Tradecoins 贸易币 Tradecoin不仅仅只有金币了 银币也可以作为Tradecoin 比如说这枚西班牙银币 它上面有个原字 说明它作为贸易币曾经到达过元代的中国 那这些贸易币由于价值和标准极高 它们被各国的商人广泛使用 它们其实就是国际货币的最初形态 那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这个Florine等黄金贸易币 它并不是法定货币 它上面并没有这个货币单位 而且因为它们的价值高并不在日常生活中流通 它们本质就像是苹果香蕉钻石一样的货物 它们的价格完全取决于市场上对黄金的供需关系 是浮动的 那这本书是欧洲中世纪的汇率参考手册 它记录了欧洲中世纪几百年的时间里 各个地区的黄金的银币的价格 那我们能够看到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 在几百年的时间里 它的这个黄金的银币价格是一直在上涨的 这印证了我们刚才说的银币在长时间内 处于这种贬值的趋势 但如果我们去focus在具体的一段时间内的话 我们能够发现这个黄金和白银的相对价格 是一直是浮动的 那它的这个特点呢 其实一直涵盖整个中世纪的这个欧洲 随着这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使用这种高标准的金币 它们就逐渐成为一种货币重量标准 你比如说荷兰顿的符号F就来自于Floering 那从17世纪开始 逐渐就有国家把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法定货币使用 那这叫做金银副本位 Bimenalism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打破了黄金和银币之间的这个价格浮动 那因为这种制度呢想要成功的实行呢 这个政府需要规定一个黄金和白银的固定兑换价 那我们这里举一个假设的例子了 这样好理解 假如我是一个皇上啊 那规定货币的基本单位是dollar 那我规定一dollar就等于一克黄金 那同时我也规定啊 一克黄金等于15克白银 这时候我拿一克黄金就可以铸造出一个一dollar的金币 用15克白银呢 也可以铸造出一个一dollar的银币 那这两个硬币的面值都是一dollar 购买力没有任何区别 只有将这两种金属的兑换价固定了 你不同金属的货币之间呢 才能按照法定货币单位自由转换 那虽然金银副本位有两种金属货币 但是理论上汇率也应该是固定的 因为金银币之间的兑换是固定的 这理论上和同一种金属的这个银本位没有区别 但是问题就出在这 金银天然不是同一种金属 它们之间存在一个市场价格 假如突然发现好多金矿 那么黄金的价格相对于白银呢就会降低 那如果突然发现很多银矿 那么白银相对黄金的价格就会下降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 黄金和白银存在两个兑换价 一个是政府规定的价格 一个是市场价格 而且啊 这个不同国家的官方兑换价呢 也可能不同 那这些价格差呢 就给金银副本位带来了致命伤 导致有一种金属货币 最终会从流通中消失 那我们还拿刚才的例子来解释 我们规定了黄金跟白银是1比15的官方兑换价 那假如外国市场上黄金对白银是1比16 这就说明在本国金币的价格被低估了 这就给人创造了套利空间 人们可以用1$的金币 也就是1克黄金 去外国兑换成16克的白银 然后把15克白银铸造成1$的银币 然后自己手上还留下了1克的白银作为利润 那如果这个价格差一直存在 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国家的全部的金币 都流通到外国 从本国消失 那我知道这个可能说起来有点绕 那咱们举个当前的一个例子 这是一枚面值1$的加拿大银币 而这是一枚面值30$的加拿大银币 那这是99%的含银量 重2.2盎司 那我知道按照这个白银的市场价 那这枚银币中的这个白银呢 就值差不多60加币 远超它的这个面值 所以它是被低估的 我们管它叫良币 而这个1$的这个硬币呢 大概就是用什么不怎么值钱的铜合金来做的 我们可以肯定是它的金属价值不值一刀 那我们管它叫做劣币 正常人都不会把这个银币当30刀去花掉 我们要么把它收着 要么就把它当成白银卖掉 换成60个一刀的硬币 所以这个大银币呢 就会从市场上消失 这个是劣币驱助良币 所以你需要记住的规律就是 在任何两种金属作为官方货币的情况下 被低估的那种金属货币会从流通中消失 因为政府不可能随时重新铸币 重新调整两种金属的官方兑换价 那这个价格差呢迟早会出现 金银负本位迟早会破产 那这个国家呢 要么回到银本位 要么就以黄金作为货币标准走金本位 那还得回到之前的固定汇率 那按照常理啊 这个欧洲后来应该走回银本位才对啊 你想黄金那么少怎么能够用呢 而且价值高 平时生活中不可能揣着金币去交易 没听说过去超市买盒鸡蛋还付金币的 那金币得做那多小才行 对不对 可是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呢 这个西方的世界进入到了金本位 那这个事儿主要还得怪牛顿和英国 从17世纪后半段开始 英国就一直被金银负本位的缺点所困扰 那白银的持续的被低估 大量流出英国 毫无夸张说 当时的英国老百姓手上几乎没有银币可用 这让日常生活中的那种小额交易变得困难 所以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小额的腐币 subsidary money 那专门用来辅助人们小额交易 那这些腐币呢 往往是银行和私人铸造的 质量很差 那含银量极低 甚至都不是银币 它就跟我们现代的这个硬币是类似的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token 一个记号叫代币 它的这个金属价值呢 根本不够它的面值 再后来呢 纸币也开始作为腐币 但用的最多的还是金属腐币 这多少呢缓解了人们日常交易的货币需求 但是现在问题又出现了 这是一枚当代多伦多的公交币 它就是一种记号币 你看它这个十分的规则上面有复杂的这个纹路 那即使就是这么个不值钱的东西啊 你放到工业革命以前的17世纪 它就是一个工程奇迹 你要知道啊 这个在西方很长的时间里啊 硬币是靠人工使用这个模具 在金属板上砸出来的 这就是为啥这些硬币 就是往往是这种歪歪扭扭的这个不规则 而咱们中国的这些股钱 你看啊 它就是很规整很漂亮 是吧 因为呢 我们是通过这个金属溶液 交入到模具上来制作的 但是你是无论是压制 还是说这个胶制啊 你都不可能造出来 就这么复杂的这么一个记号币 你必须得用那种复杂的这种机器 才可以来做成 那这就意味着啊 这些个腐币在当时非常容易被伪造 那1696年呢 英国聘用50多岁的大科学家牛顿 来主管铸币厂 牛顿除了负责铸造高规格的货币 他还负责抓捕那些伪造犯 曾经绞死了当时最厉害的伪造团伙的老大 那1717年啊 牛顿负责调整黄金和白银的官方兑换价 进行重新铸币希望能够解决银币外流的问题 然而在各种复杂的政治影响下 以及当时巴西不断增加的黄金供给呢 导致牛顿设定的黄金和白银的官方兑换价 依然高于市场价 那白银继续被低估流出英国 这最终呢 就让英国只拥有金币这一种法定货币 从事实上走向了金本位 1774年啊 这个英国规定超过25英镑的这个交易 不允许使用银币 1821年 银币的小额交易也被取消了 那银币彻底丧失了法定货币的地位 后来随着英国的崛起呢 成为了欧洲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很多国家呢 逐渐走向了金本位 那金本位下的小额交易的难题如何解决呢 工业革命的到来 蒸汽机的使用啊 让复杂的这些铸币和印刷技术呢 成为可能 那硬币变成了现在的这种 高规格的这种形式 那变得就是难以伪造 银币就能有效代替银币用于小额交易 那这就让金本位从实际操作层面成为可能 到1873年 西方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进入了金本位 开启了国际社会的古典金本位时期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那理论上讲啊 金本位和银本位在汇利制度上 应该没有质的区别 都应该是固定的 而从银本位转移到金本位 从表面上看啊 似乎只是一种货币锚定物的更改 甚至是一种历史的巧合 但是如果你揭开这些历史的表象 深挖在这两种金属变换的背后的政治 和社会变革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从银本位到金本位的转变 已经在预示着 未来金本位的失败命运 而固定的汇率制度 越来越成为人类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 首先金银赋本位 它不只是一种过渡阶段 世界贸易版图的扩大和科技的进步 让财富的增长远远超过货币的增长 金属货币的稀缺性会给社会造成通货紧缩的压力 货币的增长只能依靠贵金属矿藏的偶然发现 让黄金加入白银成为货币 实际上是人类增加货币总量的一种尝试 而后来的 腐币记号币纸币的应用 部分准备金质银行业的发展 更标志着 人类开始试图自己决定货币的创造 而这种对货币创造的操纵能力越来越强 而且越来越集中在政府和银行的手里 那我们逐渐从货币天然是金银走向货币天然是信用 其次帝王时代的终结 民选政府的出现 逐渐允许底层社会也能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比如1717年牛顿所谓错误的继续低估白银 部分原因是如果提高银币的估值 那同等面值下银币的含银量就会减小 那这时候债主地主和房东 实质收到的白银的重量会减小 那继续低估白银是在保护权贵阶层的利益 然而100多年后1873年 美国决定禁止银币流通 遭到了负债的农民阶级的强烈反对 因为当时有大量的银矿被发现 负债者可以用贬值的白银铸成银币来还债 那民主党和负债者就发起了Free Silver运动 最终短期内让美国重新回到金银副本位 来保护负债者的利益 日益复杂的政治版图 让政府越来越依靠调整货币政策 来满足不同政治势力的诉求 最后金银副本位的失败 也展示了国际资本流动的破坏力 以及各国政府间协同合作的脆弱性 只要各国间的白银黄金兑换价不同 资本就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移动 扰乱各国的货币制度 而一度尝试统一国际金银兑换标准的 拉丁货币联盟 最终在各国内部政治角逐 以及国际竞争下瓦解 没能挽救金银副本位 逐渐的流动的国际资本 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控制 以及固定的汇率之间 形成了一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 这个三角导致每个国家 不得不做出自己的选择和放弃 直接决定了货币金本位以后的历史 那我们下期节目就从这个神秘的三角讲起 聊聊为什么很多人向往和赞誉的金本位 并不那么完美 为什么它从未像教科书描述的那样存在过 布林顿森林体系为什么会崩塌 为什么我们当代混乱的汇率制度 意味着美元可能是最后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 拜祭总统越有益 Пос Golf 请不吝点赞誉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 欢迎高明镜的支持 欢迎订 gue